20年前的3月6号 日本福岗北九州市 有一个少女从一间公寓里面 跌跌撞撞的逃了出来 她不停的念叨 爸爸被杀了我也被关着 女孩的状态特别差 她的右脚脚指甲血肉模糊 她说是她 她让我5分钟之内把自己的指甲拔了 报警之后没有人料到 这个女孩揭开了一桩 日本史无前例的监禁灭门事件 受害者一只手的数不过来 甚至涉及到家庭成员 互相攻击灭门 这个案件恐怖到 当年几乎所有日媒都被禁止报道 最诡异的地方在于 这个惨案的始作俑者 松永泰 手上没有沾过一滴血 那些人全都不是她亲手杀的 她只是挑拨别人互相残杀 然后我们一起回到上个世纪的日本 这个人就是主犯松永泰 他从小家里面条件不错 是做擦擦米生意的 小时候成绩也好 而且伶牙利齿 但是聪明不用在正道上 那是谎话连篇 恃强凌弱 就是那种很坏的好学生 高中时候 他因为和异性恋爱 而且影响恶劣 被学校开除了 但是他也没啥 反正他后来直接继承了家里的塔塔米店 成年以后的松永泰 看着温和有理 但其实内心特别阴暗 他爱猜忌 嫉妒别人 控制欲也很强 于是他就撒谎 不打草稿的扮演着海外留学 归国高富帅 哄骗和PUA过很多女性 这其中就包括本案 他的主要共犯 和他一起犯下惊天血案 甚至让自己全家灭门的 续芳淳子 续芳淳子呢 典型的富家乖乖女 他家呢 是当地的大地主 名门望族 属于是家教很严 他和孙永泰是高业同学 不过上学那会儿 他跟孙永泰并不熟 但是呢 一心想攀高枝的孙永泰 早就盯上他了 甚至做好了调查 孙子家呢 只有两个女儿 孙子和他的妹妹 所以如果搞定了孙子 四舍五入以后 孙子家的家业 没准是他这个女婿的 于是孙永泰的纯子 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各种谎话伪装 那是一套一套的 甚至仅仅第三次见面 就强行把纯子 带到了情人旅馆 然后解释说 哎呀我真的是 因为太爱你了 保守的富家千金 哪见过这种阵仗 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呢 恋爱没多久 孙永泰慢慢的 就开始不正常了 纯子稍有不顺从 就惦记惩罚他 甚至在他身上烫烟痕 然后刺孙永泰的名字 一分手 那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1985年 纯子不堪重负 自杀未遂 好不容易捡回了一条命 等待她的是 变本加厉的控制 孙永泰还给纯子 拍了很多 就比较私密的照片 胁迫她辞职 到自己的榻榻米公司上班 你说女儿都自杀了 纯子的母亲 自然感觉到不对劲了 于是要求分手 孙永泰就找到 自己的岳母 年片带哄加强行 居然胁迫起了 纯子的母亲 甚至挑拨 纯子母女的关系 她就跟纯子说 你妈妈其实也喜欢我 还跟我说了你很多坏话 这通操作 让纯子和原生家庭 更加的割裂 只能围着她一个人转 看到这儿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 已经开始疑惑了 说这是怎么操作的 是的 我也很疑惑 而这也是本案的神奇之处 我们无法知晓 这些被控制的当时人 经历过什么样的煽动 更无法知晓 孙永泰到底是如何 巧舌如簧的 本案的数个受害者 都是这种情况 局外人的我们看起来 感觉很模正 但是我感觉 受害者应该有一定的心理弱点 或者是把柄被拿捏住了 因为在纯子之前 孙永泰有个老婆 他老婆也和纯子一样 经常受虐待 但是他老婆离婚跑了 纯永泰的前妻 可能是这个案子 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总之对孙永泰来说 能控制的就使劲欺负 不能控制的 不管用什么手段 制造把柄也要控制住 纯子后来整个人 在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下 直接就封磨了 他加入了孙永泰公司之后 摇身一变 成了孙永泰的得力干将 非常魔幻 以前那个乖巧的他 甚至变成了翻版的孙永泰 这也导致他后边全家灭门 孙永泰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经营正经的公司呢 所以他卖一些残次品 员工卖不出去 就对他们施暴 要么就是坑蒙拐骗各种捞钱 他甚至让纯子去骗他 那些有身份地位的朋友 一直这么干 肯定是会翻车的 没多久员工就跑光了 警方也以诈骗罪和胁迫罪 通缉了孙永泰和纯子 两个人赶紧逃回了老家北九州避风头 逃亡期间 他们开始了震惊全日本的魔幻监禁杀人 第一个惨遭毒鼠的 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 那个逃出来的少女亲美 父母离婚之后 亲美跟着爸爸生活 他的爸爸是孙永泰以前的一个熟人 因为被孙永泰抓住了业务上的把柄 所以越陷越深 最后还被迫写了一堆假的事实确认书 比如什么虐待自己的女儿亲美 侵吞公司资产什么的 然后在孙永泰的威胁下 各种出去借钱骗钱 最后连自己的工作都没了 当时亲美只有十岁 他就跟孙永泰求饶说 说想照顾一下女儿 说女儿才十岁 孙永泰说 那你带着女儿住我家吧 我帮你一起照顾 还是一样很魔幻 我就不知道他为啥 真的带着自己的女儿亲美 住进了孙永泰夫妇家 这一住直接被监禁 暴打电击一天只给一顿饭 妇女两个人不服从就会被电击 孙永泰还只是纯子和亲美 一起虐待亲美的父亲 到了1996年的二月 亲美亲眼看着逐渐虚弱的爸爸 死在了自己面前 人死了就得处理 孙永泰就命令 淳子和亲美到浴室去肢解尸体 并且告诉亲美 说你不处理尸体 警察就知道是你杀了你自己爸爸 顺便提一嘴 当时的淳子还怀着孕 而且快生了 停着大肚子去处理尸体 处理完了就生下了孩子 血腥的浴室里边 一边是死亡 一边是心生 整个画面诡异又绝望 亲美的父亲死之后 孙永泰就开始寻找新的目标 孙子一家六口 孙子的父母 孙子的妹妹妹夫 妹妹的两个孩子 最后全部参死 全程孙永泰甚至没沾过一滴血 全靠互相挑拨 中间甚至有家人之间互相残杀 令人匪夷所思 由于过程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下一集接着说